早安,我是美美,一名高位结坛脊髓损伤患者 三年前的一场意外车祸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很多人都好奇我如何生活,如何自理 这个视频有点长,希望大家耐心看完 把被子叠上就穿衣服了 穿衣服的时候需要靠着点后背的墙,不然很容易摔倒 不要问我为什么,惊艳所得 穿裤子对于脊椎损伤来说应该是最难的 因为下半身完全不能动,全靠臂力穿 还是躺下吧,躺下穿的会快一点 然后左翻身又翻身,就把裤子提上了 穿袜子,我的脚已经有点变形了 以后还要加强管理,锻炼的 我会把所有的东西放到我能摸到的地方 因为 这样就不需要求助于他人了 大家看到我很流利的动作,其实都是经过两年的反复锻炼 当然,其实速度还是很慢的,是被我加了两倍速 好啦,喜欢美美的可以给美美点个关注 谢谢